在今年早前一项活动上面 Kia Malaysia 公布了他们未来的新车计划 其中就包括了我身边的这一台 Kia EV6 纯电动的 Crossover SUV 而在今天呢 原厂就在一项活动上面让这款车 跟大家见面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快速看一下这个 全新的电动 SUV EV6 Kia EV6 跟早前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IONIQ 5 其实是采用一样的平台打造 因此可以把它当作是双身兄弟车型 但是这两辆车还是做出了一些差异化的设计 例如说在 IONIQ 5 上面呢 这款车其实是比较偏向这一个科技感的设计 然后有一点赛博朋克的感觉 可是在 EV6 上面呢 它采用了还是一种常规 Crossover 的设计风格 所以看起来 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惊喜 但是实际上还蛮好看 蛮运动化的 而且这一次我们介绍的这个行车呢 它采用的是这个 Mag Color 亚色的车漆 所以整体的视觉效果看起来会更优雅一点 然后当然不能免俗的 它这边采用了这个全 LED 的偷灯珠跟这个日线行车灯 这样的设计理念主要是因为 LED 其实是比较节能的灯泡 它不仅亮度更高 而且它的能耗更低 完全符合了这个 EV6 环保的概念 不过大家应该也发现到 这一个 EV6 呢 它其实少掉了这个 KIA 家族的这个虎啸式水箱护照 所以 如果遮掉这个 KIA 的 logo 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辆 KIA 不过 不能否认的是它还是很好看 如果我们从车测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辆车的车身码其实并不大 它的车长是4680mm 大概是跟一般的 C7 一样 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轴距 特别的大 在 IONIQ 5 上面呢它的轴距是3000mm 可是在 EV6 就稍微小了一点 它是 2900mm 但是这个 2900mm 轴距还是非常接近 E-Segment 所以它的内部空间表现会非常出色 注意在这个轮圈方面呢 它搭配的是 225 45 R20 的轮胎 而且是专门为电动车开发的轮胎 所以我相信这个 表现其实应该会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后面 我很喜欢 KEA 的设计是因为 KEA 不喜欢用太张狂的设计 可是就可以抓到你的眼球 就好像这个 EV6 的车尾一样 首先 因为它是 GT Lite 的车型 所以它会有这个运动化的这个尾翼 然后在这边 它的连贯视围灯其实有稍微凸起 营造出一个 小压尾的感觉 而且其实它是会亮起的 整体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出色 加上这个全新 KEA 的 logo 让它看起来真的是有种很独特 很高贵 但是又很运动化的感觉 另外 因为它是纯电动车型的关系 所以它其实是没有配备这个排气管的 不过在这边下缘还是有这个 Piano Black 的材质 看起来 这个层次感 搭配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甚至觉得 它的这个设计风格 好看过 IONI-5 然后在这边 是它的充电口 它的充电口跟 IONI-5 的设计不一样 IONI-5 是在旁边 它是在车尾 你只需要按下去 它就会打开 不过因为现在我们没有钥匙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打开这个让大家看 既然我们看的这个 EV6 车型呢 它是 GT-Line 双电机四轮驱动的版本 不过因为我们没有钥匙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打开这一个 引擎盖给大家看 不过还是可以跟大家讲讲它的数据 它的电机呢 最大马力是 321 HP 峰值扭力表现 605 Nm 匹配的是单速的变速箱 你没有听错 就是一个 Speedball 然后它的 0-100 加速也非常的快 有 5.4 秒 而它的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510 公里 非常非常的快 它所搭载的电池组呢 电池容量达到了 77.4 千瓦时 所以它可以实现很长很长的续航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快充速度最快可以达到 250 千瓦 不过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其实这个速度应该是很难达到的 它配备来应该会有这个 Warbox 也就是一般的 AC 快充 不过一切的详情都还要等待这个 Burmars Auto 的公布 接下来大家来看看这辆车的一点点的细节 首先在这个车门旁边你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隐藏式的门把 在解锁的时候 这个门把就会弹出来 这个设计跟这个 Tesla 有一点点的类似 而且它这样子的设计可以降低车辆的风阻系数 可以提高车辆的续航 可以提高它的加速表现 接下来就是它的内装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开门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实车的内装 但是其实它的内装设计跟国际版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放一点这个国际版的内装影片给大家看一看 不过还是可以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讲解 虽然讲它跟 IONIQ 5 是双生兄弟车型 可是它们在内装的设计铺层上面完全不一样 IONIQ 5 的设计风格是比较一种居家的感觉 它会给你很像你坐在沙发然后有个小插机给你的 住家感觉 可是在 IONIQ 6 上面呢 它还是坚持了这个传统车辆内装的设计风格 首先它有一个12.3寸的双联屏设计 一个是出屏租机 一个是这个数位化仪表 同样的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然后它的换挡方式变成了旋钮式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个旋钮还不错 然后在旋钮的前面呢则是引擎启动键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高的中央扶手 可以让你驾车的时候放手这个是比较舒适的 然后从我的肉眼观察大法呢 这个座椅采用的是双材质的这个搭配 它有脊皮跟着一个 皮革的搭配 所以我觉得做起来效果应该会不错 加上它的轴距达到了2900mm 所以内部的这个空间表现应该会不错 不过 现在我们没办法体验 等以后 Kia Malaysia 在正式发布这款车的时候 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这款车 实际的表现怎么样 由于我们这次介绍的是 赤顶配的车型也就是这个GT-Line 最大马力达到了321HP 所以这个车型的价格应该不便宜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款车的售价是多少 不过我推测这款车的售价应该会接近30万令吉 因为其实这个是赤顶配的GT-Line 车型 在它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级的GT车型 而其实这个车型的不管是配备啊 性能等等 都算是很出色的 所以价格高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它跟这个Ioni 5 是一样的 它有这个比较低速速的版本 价格会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预计 这款车的起步价应该会 从22万令吉到30万令吉左右 不过一切都还是要等在Kia Malaysia 还有Bermas Auto 的公布 接下来如果有进一步的详情 我们也会进一步为大家送上 这个只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新的快速看 所以有一些细节可能没有办法讲到 请大家多多包含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所以请大家多多包含 如果喜欢的话 帮我们按赞一个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